修订版权条例都不成功,政府再尝试今生版权制度,以2014年的条例草案做基础,立法建议涵盖五大范畴,作品经过任何电子途径发放,版权拥有人都获得保障,并且引入相关侵权行为的刑事责任,同时新增了 讲条文,法务平台协助侵权行为只是需要负有限的法律责任,鼓励和版权人合作打击盗版,法庭可以考虑侵权者的不合理行为,和复制品广泛流传的可能性,要求额外赔偿,上次修订受争议的豁免条文,今次的咨询也原用,写明在特定用途之下,包括教育,戏房,讽刺,凝造画契和模仿,评论时事等, 可以获得版权豁免,政府说不会定义这些字眼,交由法庭决定 是一个正常common sense的特种法案,可以这么说,但如果真的有不同意的,要去诉讼的,法庭就看回件事是怎样,通过案例去澄清那样东西,它会看回可能是字典上原因,当时的蜜落是什么情况之类 7年前的方案重新拿出来咨询,压力网络世界变化翻天覆地,咨询文件并未加入太多新的元素,政府形容做法是冒实 这个版约条例,经过上两次失败之后,方家可能对他仍然有争论,所以我们都要求同传议 中间这段时间有很多变化,我想强调的第一,我们现在的咨询,没有限制于什么意见不可避 其实也都将一些14至16年间讨论过,较为多争议的东西列出来 他所说比较受争议的事,包括应不应该立法规管非法串流装置,或者引入司法封锁网站机制 咨询文件引述政府立场,建议维持现有的做法,不会就这些情况修订条文 政府曾经说不排除在修例的时候加入国安法的细节,今次咨询文件未有提及 有童话说,现家庭不认为有需要在版权条例加入国安的条文 会视乎咨询过程中有没有其他意见提出 NOWTV记者于春莫达 有二次创作歌手担心获豁免的介绍模糊会误度法网 相信立法之后会自我审查,减少创作 有业界代表就认为政府已经列明豁免范围,一般使用者无需担心 李同音报导 你是个黑猪的人 有近日渔龙柱中野猪 长者拿消费券 直到去吴嘉朗的旧衣风波 各种时事都成为程天林二次创作歌曲的题材 大家会这么喜欢二创歌曲 其实因为它是基于一些大家很熟悉的东西 然后带它去创作 所以它就会有时会觉得很搞笑或者有很多共鸣的位置 但它担心版权条例修例之后,创作空间会大减 因为你有条法例和没有条法例 虽然我未必一定会踩到 但创作时你会想起有没有机会踩到呢 即是你会害怕的 因为一条新的法例我没有先例给我参考 我创作时就会有个框框框的 同样主打二创歌的高登音乐台 有成员说 早前被立法会议员点名批评一事 反映讽刺的定义模糊 甚至连他们眼中觉得很恐慌 那些框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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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 有业界代表认为政府已经列明豁免范围 网民无需担心 这个政策是针对了一些有组织和在贸易的一些针权行为 令到我们的政法基础里面 又是可以能够迅速有效地将一些政策的法法行为 创作我们业界的国家分子里面的政策 由一般使用者大家已经有足够好豁免 能够是他们不会更容易带到网上 他期望政府日后继续与业界商讨 针对网上不同的发展趋势再更新法例 NOW TV记者李同文部读 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的人 和同住照顾者不可以配戴棄拔口罩 日前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和卫生防务中心 调查两宗在检疫酒店的确诊个案 怀疑源头病人配戴棄拔口罩 在打开访问时将病毒传播出去 政府根据第599F规例发出指示 要求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的人 和同住照顾者不可以配戴附有 呼气拔或排气口的口罩 建议使用外科口罩 卫生防务中心也强烈呼吁市民 不应该使用这类口罩 事关无法有效过累敷出的飞没尾粒 如果配戴的人感染新冠病毒 可能增加周边人的感染风险 安心出行下个月9日开始 博置所有表列厨所 除了所有食事、去健身中心和主题楼 折扣 要去健身中心也都必须使用安心出行 一间位于尖沙咀的健身中心 提供一对一的泰拳和健身课程 最少七成的顾客这段时间都是填纸仔 中心也都有顾客预约记录传档 可以协助确诊个案的追踪 负责人说已经有顾客反映 不接受安心出行 担心他们要求退款 即使想走回头路 安排户外上堂也都不容易 最终一间健身课程中 要训练的计划一定会在街上 第二就是安全性 第三就是出去上堂 我们以前都经历了大半年 要看天气这几个因素先 看看可不可以出去做一个计划 他估计初期生意额会跌七到八成 健身中心现在大约一半的员工都未打针 客人即使掃描安心出行 做运动时都要戴口罩 负责人说既然日后强制使用安心出行 会考虑推动员工打针 方便客人做运动时不用戴口罩 NOWTV记者陈德森路 立法会选举投票日 政府计划设边境票站给内地港人投票 据了解包括落湖、洛马州 以及联堂香园围三个口岸 有公务员工会批评安排闯绝 难以安排足够人手在票站协助 料康宇报导 立法会选举下月19日投票 政府计划撤边境投票站 据了解包括三个有铁路直达的口岸 包括是罗湖、洛马州 以及联堂香园围口岸 有公务员工会质疑安排太重拙 也都令到投票日人手更加紧张 公务员都没有机会投票 听回来的消息就是说每个站都安排要过百人手过去 我还在哪里再找人呢 香港我们都安排得这么运练的 今次运练就是说他们收了很多消息回来 就是说跨区跨路紧张 我住落湖的 我要去到赤柱六班公 六点门 要去到边境的话 边境是一些浸区的地方 有些是没有交通的 有内地港人就欢迎安排 因为起码我不需要充个时间 陆在香港将这个选举 如各位所运的话 对我们这方面的人 就会投票的方便很大 从我18岁打网 我投票我一直求 我不是很想赞这个国民大人 其实我认为大部分的朋友 投票这些浴带稿 行会成员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 承认时间紧迫 不过都要顾及内地港人的投票权 叶国谦认为 长远应该要探讨 是否可以安排 身处海外的香港人都可以投票 Now TV记者 老康如报道 最后回来做其他消息 这场民主峰会 国白国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将会以视像形式参与 而中国就未有获交 不过华府就以台湾名义 邀请台方代表出席 在北京 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 批评美国利用民主作 防止打压他国 分裂世界 陈卓廷报道 拜登提倡的两场民主峰会 第一场会在下个月9日至10日 以视像形式举行 和政府 公民社会 和私营机构等的领袖 聚焦讨论如何推动民主进程 面对民主体制的挑战和机遇 美国国务院说 三大议题 包括对抗威权主义 正视于打击腐败 推动尊重人权 受邀名单有110个参加者 包括日本 南韩 法国 德国 澳洲等国家 没有中国 俄罗斯 或者土耳其 但就以台湾名义 邀请台方代表 和近日因为允许 设立台湾代表处 而和北京爆发外交风波的 立陶圆 在北京 外交部批评美方 以民主作仿指 打压他国 分裂世界 警告美方停止为台独势力 台湾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没有别的国际法地位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邀请台湾当局 参加所谓 领导人 民主峰会 为台独势力搭台 只会让自己 下不来台 与台独 一起玩火 终将引火烧身 台湾当局说 将会由台湾的行政院 政务委员唐讽 同住美代表 萧美琴 出席今场民主峰会 只唐讽将委会上 向全球传达台湾 坚定捍卫民主的承诺 LTV记者陈翠婷报道 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 五十周年 双方举行活动纪念 世界乒乓球 錶标赛这么巧 在美国基督斯敦举行 中美也总成两对组合 出战细感赛 云霜赛事 朱国磊报道 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 前国家队代表 劉国梁 同美籍华裔的 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 沈维尼 在纪念中美乒乓外交 五十周年的活动上 切磋球技 收拿社报道 沈维尼在十四岁 除父母移民美国之前 曾经和劉国梁是队友 有份参与冰冰外交的中美运动员 就获班纪念奖项 而有份蓄成冰冰外交的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致辞的时候 回顾说就算冰冰球的一件小事 都能够蓄成两个大国的理解和和平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也认为 中美应该学习冰冰球运动员 遵守规则 公平和良性竞争 互相尊重和学习 今年在美国优斯敦举行的 世界冰冰球錦标赛 中美运动员也合作组队 出展运商赛事 分别是中方的林高远 配美方的代表张安 以及中方代表黄曼旧 配美方代表卡达克 黄曼旧说能够得到这个机会 深感荣幸 1971年 美国冰冰球代表团历史性访华 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 童年基申格秘密网话 到第二年 使用美国总统尼克上到访 开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去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 50年前两国运动员 在日本名古屋的世界禁标赛的 友好交往轰动世界 逐势两国关系逐步打破兼兵 重新未来50年 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不能够任由冷战思维主导中美关系 答对这件事在庄国礼报道 欧盟据报将会延长针对人权问题 对多国所实施的制裁 包括对中国官员的制裁 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 欧盟决定批准延续制裁对象的旅游禁令 以及继续冻他们的资产 下个月6日至7日 欧盟各国部长将会开会正式通过 意味制裁令在未来一年内仍然有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 自治区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等4名中国官员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被指侵犯新疆维吾尔人的权利 今年3月遭到欧盟列入制裁名单 中国驻欧盟市团团长张明日前说 如果要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正常审批进程 欧盟必须先解除一认所谓人权问题 对中方实施的制裁 直言欧方的阻碍 令到经历7年谈缓的协定受到冲击 看看最新金融行情 一名防止罪案科警务人员涉嫌非礼被 被捕已經被停職 被捕的33歲姓李的警務人員 提訴防止罪案科 在星期二晚大約11時 在尖沙咀尼敦道一個商場裡的店舖 涉編菲奈一名31歲的女人 正被扣留調查 案件由由尖警區重案組跟進 警方說涉案警務人員當時休班 她已經被停職 重申非常重視人員措手 絕不容忍和公式違法行為 定必嚴正處理 漁護署繼上個星期 在深灣道捕殺7隻野豬之後 日前再將兩隻在市區出沒的野豬 人道毀滅 漁護署星期日接到警方轉介 有大型野豬闖入油麻地貨物汽舍區 和波富林道一個油站 考慮到會對公眾構成危險 捕了兩隻野豬之後 將它們人道毀滅 處方說為了確保捕捉行動在安全環境下進行 行動前不會公佈場程 漁護署今個月中改變處理野豬策略 由以往捕捉獗肉放回 改為捕捉到野豬之後 人道毀滅 講完天氣 雨昌大至天程 朝早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8度 身價再低幾度 日間乾燥 這次新聞也都不斷不難作為 費用的 池子 很廣島 池者 池者 車子基本上要減速,大車大車要減速,慢慢繞過去,小蝦小蝦,大小蝦就不好 事情可以追溯到4年前,2017年,廣佛珠江高速工程精地拆遷項項目正式啟動,項目需徵收土地37.993毫,拆遷建築物面積37,982.81平方米,但由於補償標準回遷安置房選資等問題,大力震土地房屋徵收管理板一直未能與該房屋所有人達成公式,因此道路建設,只能夠採取要開房屋的方式,循環施工,只要是當地的 當時那些村民對於輔導的拉通也好,那些政策上也不理解,導致了精疊問題 今年6月,他們了解到該部老人一身體原一不變遲望較遠的地方,情感上亦都傾望於全黑嚴報遍區等特殊情況 有關部門就奉過設身處地感考量和正義的引導,雙方最終達成一致協賞結果 今年10月29日,燃料4年的佛珊品海豬之肯順利拆除 鋪落前幾天,10月29日,燃料4月29日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所站的一段路是非常新坡不革 從前面的路面寫到非常鮮明的對面 其實這個新坡不革路面才剛通車沒多久 在星期六的時候正式通車 我現在通車之前,我所站的這個位置是十三版的海豬之岩 之前是有一套建築在這裏的 當時車輛才能夠繞行 就在我們現在看過去,黃色的這個路障的位置 就是繞進來,我們現在走進來的這一側 外面的這個位置是繞行過來的 但由於這個繞行的路段,正好與隔離村裏出入的車輛會聚在一起 因此之前,經常會在上樓灣高峰這個時候 做成一個湧倒的情況 而現在路面被刷停了之後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看到,路面的這個車輛通行 是非常之暢順有罪的 大家都不再擔心這個路面出現湧倒的狀況 如今,沃山版海豬之岩,以環路與敏 周邊街坊都拍手稱讚 當然好啊,現在這樣就 即是那些招中暢順的,沒有煞車 那些油喇叭又下煞車 那盡快完善,即是煮綠綠花袋 還有那些人行道那些 我們到時候會翻到綠化的,還有人行道 還有那些路燈的配套 目前工程寧願以加速開展 清理沿線建築垃圾與綠化垃圾 排水本御迷,人行道偷切,道路垃圾 趁泰坡等道路清理與施工工作 接著下來,將提升陸化景觀和群眾 提供安全便利的交通和救美的環境 這段路總算是通車了 大家都一致拍攏手掌調好 雖然耗費了四年時間 但也從中為政府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教訓 未來城市建設腳步還會加快 或者還會遇到類似的分歧 希望政府部門好地總結 令到以後的工作可以更加順利和開始 有聲音追追寶,當然是上外追神 有聲音追追寶,當然是上外追神 很多人等委員不上排隊,更遠未來城 首架車子美食文化節和車子同票 免排隊就餐 一對,馬上吃到上外追神美食 要職業配合流行病房自發第十二條規定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內的一切單位和個人 必須接受制定預防控制機構 醫療機構有關傳染病的調查檢驗採集藥款 隔離治療等預防、控制措施 現實提供調查檢驗採集中 關注民生 廣東廣播電視台公共難救 DV現場 我們又訪問 歡迎回來,繼續講 先去中三網網一天吧 一名男子開著黃幫下車 就追給了一輛小車 不反戰、不道歉、不配上 還竟然搶劫別人的手機套離現場 哇!這麼能夠的嗎? 將要都看看 你能想像 大品天的最為難是被想重置 话说这电视终于从11月13号9点钟左右昂起 我那天早上出去嘛 开到草仙工业当当那里啊 然后就前面有一台货车 然后我就停车了 停车呢突然有后面来摩托车追尾 事后包先生部警处理 拒落车查看发现 车尾有多处挖痕无影光受损 按照究竟快驱快备的指引 他和摩托车司机协商赔偿事宜 并拿了摩托车锁时以防对方逃走 我问了4S店 他说行车可以要五六千嘛 我问了你比我个四千 他说没那么多钱都三千 我说三千也行 他说没钱 我说那你就跟朋友啊 接一下 或者老板 哪里上来都问老板接一下 那对包先生介绍 他们当时在这个地方摄商 都有成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在包先生查到这位男子工作地方的电话 并且是打过去的过程之中 那位男子就突然之间 一手抢走到他的手机的 并且是往别人身后的这个方向逃跑了的 但是可以看到 这里是很多的这些行徒 所以包先生追追下 也都追不到这位男子了 于是他就再次报警署来的 由于案情涉及抢夺 究竟大礼通知 从部派出售文顶协助处理 经过巡线追踪 文顶很快就锁定了议员人 在当日下午的四点钟左右 在海州村显龙楼的出租区 将莫托车司机梁某渣获 并追翻被抢手机 我当时就想了 怎么也得要两三天时间吧 这已经算是非常有效率了 没要到两三个小时就能被 把这个人给找起来 两某交代 因为对方要求赔偿的经过太高 且说话时有点嚣张 所以便产生抢夺对方手机的念头 同时闲人两某他交代 其自己的手机遗留在案发现场的摩托车内 于是便产生了想法 抢夺过来的手机占为机油的念头 在调查过程当中 民警中发现梁某所驾驶的摩托车 存在套牌行为 目前犯罪嫌疑人梁某 因为涉嫌抢夺罪被依法刑事拒留 另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犯罪嫌疑人梁某 因为交通消息逃入 驾驶套牌摩托车等违法行为 将会面临行政拒留以及罚款的存储 一错再错 最终于为自己的存用卖单 原本就是普通的交通事故 顾问要赔偿之类的东西 现在交通事好了 可能分分钟在鸢头过年 冲动是一只鬼来的 好了 这是深圳网网 现在的弟弟接触事物很多 我交通也叫习三 早两天接触深圳农王的张女士 就被她儿子带来的一件事 嚇参死人 我认为那么多人要他送你到你们 张女士的儿子今年14岁 读读苍苍 突然他在找锁匙的时候 忘记之间就打开了个儿子 放在床头的储物口 谁知被里面的儿子吓了一条 我就发现了这个东西跟着 叮叮叮 然后我就吓了一大票 整个昨天看到的都是特征经的 上面还写着什么延迟持久这些字眼 拿在手上的跟 真的手感似乎一模一样的 考虑到个儿子正处于青春期 张女士就找个儿子偷偷 拿出来就不见了 现在下一条下午他先回家 我那次就看了那些电话 不玩了 然后他就不想说 原来他都被我吃了 我一天这么吓 然后他就这么吃了 这个东西吃了 我都一根本吃到这种牌 他就不觉得他 随后他的儿子用手机 手出了相关图片 张女士这样才知道 所谓的痛痛糖 是以情人节的情趣礼物 愚人节、恶狗、零食等 蜜蜜在这里消售 我们在一间中学门口 找到其他中心 打听一下他们 有没有见过这种肚肚糖 虽然是我不太了解 可是有见过 发学的家伙 会看见别人买了 然后就互相交换馆 路上还嘻嘻哈哈的那种 那有没有见过一些 套套的糖吗 例如做成那个样子 这里面装了多层 又便宜的又贵 又便宜的两方块 又贵的好吃多块 除了肚肚糖之外 还有很多奇葩的零食 给包装169礼物 由肚肚巧克力 卫生根绵花糖 做营百坑日木 大多数都是在网上销售 设计存在的价值 在于生物变得更美好 但是我相信设计师 现在已经违背了这个初衷 包括华西西亚 什么药卫等等 这些社会组织 因是借这个机会 站出来把神经奥一些 社会专业信念的 遵循设计务 遵循设计计计计划的 这些设计师 来加以 lent 幫助青少年能夠建立跟俊學能健康的審美觀 有心理教的專家就認為 製造商生產這些惡狗靈性是想製造桌頭擴大營銷 強迫視了對未成年人的影響 其實青少年它是一個 就是它的第二新特徵快速發展的一個時期 這個事情是它本身對自己的身體的變化 對這個性的這方面它是充滿了好奇性的 然後它本身這個時期的青少年 它也是充滿了性能量 它也是希望去釋放的 所以它會對這樣的一些玩具是感興趣 如果這個時候讓孩子各不都接觸到 這些成年人之間的這種性玩具的話 其實對孩子在性方面的認知的形成 會造成一些偏差 黃藍指出 當發現小朋友對性格指導好奇心的時候 碼好就是一個教育的契機了 家長如果不正面回應和引導的話 就可能會產生負面效果 盡量地用一些科普的知識 精準到位地去跟孩子經濟這方面的科普 另外的話也可以帶孩子去觀察一些比較 類似的類似比如說人情醫術展 商家真是低級追悲到細烈 當然了 千萬一指出 壞事有時候也可能當成教育的契機 家長要及時介友 嘗試正面的看待和正面的引導 好了再來看一看 秋冬換季這段時間很容易感冒 大家可能覺得感冒不是什麼大病 一定要重視分分架的 大日前一位廣州公眾的女子 會覺得自己感冒 去到印度就被直接中入了ICU 而心臟還要停止跳動了六天 喂 鳳鳴姐姐 大概是之前前幾天 就是有一點感冒我頭暈 但是在ICU病床上的女子 都年輕的23歲 她怎麼都想不到 一次按次普通的感冒 會令她一路都這麼辛苦 事關一個月前的某一個晚上 她剛來到南方醫科大學 第三副屬醫院急診科的時候 還能夠自己走進來的 就連醫生都猜不到 剛來到急診室沒有過多久 她的身體狀況就開始急轉直下 直到那邊很快就會出現 嚴重的一些心理失常 而且當時測血壓就測不到了 所以非常嚴重 所以很快就會承認 這個資深科專精的ICU 你們的病情來勢洪洪 剛剛進入ICU 就出現了惡性心律失常 隨即心跳停止 醫生們晚上一邊準備人工心肺 一邊為她做空外關押 維持血液循環 儘快地建議這個 我們體外的一個情況 維持他的關注 那麼在建立的這個過程中的話 有效的按量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一般從系統到建立的話 一般來講比較快的話 像我們在30多分鐘就完成了算是很快的了 那麼如果在這個時間 按壓不及時或者沒有效果的話 即便你把患者救過來了 他最後的話可能也會出現一個老公共的衰竭 也就是我們講的可能是一個變成的治療人 一輛醫生團隊的努力下 妮妮的心肺功能 通過體外膜肺癢合維持著 醫生經過檢查就發現 妮妮是患上了爆發性新機業 病毒的疫症 令她的心臟無法正常工作 這一停就是整整六日 持續的到了這個ECMO的運轉 到第六天的時候 那麼她的心臟頭上的話 開始了有一些這樣一些 國性的一些改變 那麼對於在此之前的話 她整個的心肛的話 都是沒有做任何工作的 那麼我們的話 持續了這個半個月的事情 在醫生們的努力下 妮妮的心肺功能慢慢恢復 去到第13天 終於成功撤離ECMO 今天在ICU的單獨病房內 我們看到妮妮的時候 她的雙眼已經忍不住 望向周圍 精神狀態挺好的 媽媽也都在望前望後照顧著她 我們發現 在妮妮的床邊 放著一個綠音骨 媽媽和女士說 這是醫生建議她們做的音樂療法 她們說 她們說 我們買了MV3 幫她們問一問 然後她們同事 就每個人都很接近的 就會問得很多 當時還是 就是不清晴的時候嘛 然後當時有放那個錄音 我還是不聽得到了 內容也很清晰的 當時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嘛 就是想不想怎麼樣 就這樣子 然後就 對 然後慢慢的就 就醒過來了 醫生介紹 音樂療法 對於重度昏迷的患者來說 作用非常明顯 親人同事的呼喚聲 可以幫助她們 恢復知覺 縮短梳醒周期 再過幾天 妮妮就可以轉到普通病房了 而醫生就說 妮妮的病症非常有代表性 她也都想這次 來提醒大家 要注意自己身體的變化 最近這個撼動來臨的故事是我們這裡 全國各地都可能有類似的 這樣一些安理的報導 也就是說我們醫藥當然要盡量的避免 這個不要感冒 那麼感冒之後的話呢 我們要關注自己的一些 心臟方面的一些感受 比如說我們自己覺得一些醒光的時候啊 心肌下重啊 或者自己被摸摸自己脈搏 覺得調的有點亂啊 這個這個平時沒有 但是感冒之後出現這樣的一些症狀的話呢 這時候的話呢 就建議到醫院裡去做個心肌圖的檢查 做個心肌圍伏來避免 因為這樣的一些病毒性心肌炎 當時嚴重的一些惡性的事情發生 醫生還特別強調 心肌炎可大可小 而且早期症狀並不促 也被醫生撞出判斷 所以就提醒大家 如果感冒過程中出現過心臟不適 一定要盡早告知醫生 將病情控制在早期 醫生提醒啊 感冒要調整自己 讓自己身體恢復的契機 如果平時會覺得心臟方便不舒服 就要及時早在醫院裡做個檢查 有些病是不是忍忍忍忍忍忍 就可以忍到過去的啊 好啦 接下來是全國二手 再來關心做什麼內容 公軍飛行原料缸兵 曾被外機空中對峙 他本身涵化驅離 外機卻量腦皮 掛出武器 頻繁吸引 雙方陷入膠著狀態 當時的情況特別慘 我們香港的時間特別慘 所以他們一個人類走 另外一個人類用 他們目的也就是要避免我 我都想要我 這個東西是不可能的 經過兩個多小事對峙 外機最終飛離 在返航的時候 堅足呈不至今的唱戲在一首歌 看看誰先是 看看誰先知你 最後就是看看誰信仰堅定 向我們的空軍飛行員捷徑 近日內蒙古阿里多斯 我告後的男手術 錫碗上無分交易 幫助採用暗天 玩太多了 竟然檢然發交噴火營造氣氛 還拍攝事件 家庭委發動網場 接到網友舉報消防員 網上門聯合學校對學生們 進行了批評 學生們也都認識到錯誤 和事情的嚴重性 表示將緊義為解 沒有再沒有出事 笨點玩火也都不跟野火上身 這麼大個人 還要麻煩消防員哥哥 真是要好好檢測一下 不可能 他們沒有電話 不可以用手機 最近上海洋舖的陳阿姨 深陷殺出本暴露 反炸中心檢測到 並且上門見座 而陳阿姨說 在和特種部隊聯繫 是對方想叫她成為部隊家屬 陳醫表示 對方並沒有開口要止 覺得自己不會被壓 文警表示今後會不會上門見座 行至沒有鐵路橋下的時候 因植水過心發動機死火 司機被困車內一整夜 第一 消防員接到警程之後 趕赴研究過程中 提到應該早點報警 司機大哥 竟然很委屈 自己不知道 消防員進行指 血車內放物評安全熱之後 他激動到想跪下 你問大哥 你叫大家說什麼好呢 幸好這次沒事 但下次遇險 記得早點報警 11月23日 韓南安陽通報 對涉及偶人事件 責任單位 和責任人的處理決定 安陽市城市管理局 市市場監管局 市公安局民風分局 民風區中華路街道辦事處 四個單位被全市通報批評 共七人被處理 其中事件當事人黃新高 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 接職並調離執法崗位 明明一個道歉就能夠解決決事 鬧了兩個月最終有這樣的收場 還有多人被處理 這樣的結果引人心思 九雙老人事件發酵了這麼多天 今天終於有了一個結果 除了當事人其他涉事的公職人員都被處理 九馬雙人原本 道歉 大傷即是看醫生 就可以好力而解決得到 但是為什麼會引發後面一連鑽事件 公職人員又有什麼需要反思 市市評論員 漢之鎊 有話要說 如果說 每一條惡狗背後都是一個惡人 黃新高當之無愧 事實上 如果狗不是烈性戀 不知為什麼到了他手 才會變得張牙毛手 八十幾歲的老人都不放過 唉 狗將人世 人家狗主人是誰 人家說市場監獄市場執法的專員手中有權 聽我黃專員平時就比較任性 我的狗咬人 小鵝詐我 我不告你人咬狗就不錯了 電視台輿論監獄 連續做了十期節目做過記者 做過記者哭 做過記者崩潰 喂 新華社都當你無道啊 老闆又真是沒見過這樣的沛皮無賴 因為事件持續發酵到 這麼久都沒有能夠及時 換成這個倫知 這種人 哪裏還像一個受黨教育多年的幹部啊 民婚極大 不過 最令大家心寒的 還不是這位狗主人 而是和事件相關的有關部 首先 是狗主公職的市場監獄局 竟然有人手持進軍拘管信訪的受害人 家父 還有當地 城管局派出所 街道辦事處等等這些 這些受害人 投訴無論的機構 除了冷血 還有保護山 不作為假作為 變作為 難為納粹人 將會養到肥肥白白 當然 昨晚安陽市委市政府 市民也公布iell 公報了這 uy gen 責任單位 從責任人大概的處理 昨晚下 並召開了全市 quarter 更加幫境 公司 儹能控告 好 老韓言明 要反思 換這件事是由順機山梯酒店用品城 順機毫泰酒店用品城 白雲山私言震風高 心臟不好用好藥 半生病痴裂藥一方永遠 粥液青酒 聯合突藥過出 埔陽性交通 對公司一拍 現在才有點過 What over you FM105.2 國東火部電視牌 焦扣之聲 FM105.2 提醒你 在保暖遇寒的同時 記得留意用力安全 使用煙氣的時候 需要保持室外空氣流通 防汗更應該防一氧化碳中導 檢查熱水力安裝是否規範 煙盤有沒有伸出窗外 直擊現場 關注民心 廣東廣播電視台公共罰購 DV電場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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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 Mental B-1 B-1 SDB-1 B-1 B-1 這台車在零售的時候已經回到這裏 推介當時這台小車 是從左手邊的方向駛下來的 然後在座上的右手邊的花機 大家可以見到花機上面 還有被車撞過的痕跡在這裏 當時車上也都有人下來 將車推到一邊去到前面的位置 當時這台車停下來之後 就再都沒動過了 直到有群眾在早上發現它為止 究竟調查監獄之後發現 這台車在零十六點鐘左右 為何遙遙訪訪駛上路後的法寶 首先是北岸車上行駛 就撞上宏達路口那個花機那裡 當時撞到之後 然後到車上當時有兩個人 它就是司機來的 它是副駕駛 因為還有一個朋友 就想幫他推車的 但是推到一半推到路中的時候 那朋友可能有不知什麼原因 就離開了 那他就繼續在車上睡覺 見到司機聚成這樣 究竟更加不可能就這樣放走他 將他帶到路邊等候走證測試 期間明明男子情緒激動 開始了他的表演 你別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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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法律首先要配合我們的工作 第一個 第二個 國法律它就知道走後不應該開車 究竟果斷對多次奔責想要離開的趙某作出略速措施 被略速之後的趙某仍然情緒激動 拒絕配合走證檢測 最後究竟同派出所聞警合力 將趙某抬上警車,並快到司法鑑定中心進行抽血檢測 經過檢測,趙某的血液走清同道為165.84毫克每百毫升,屬於罪走駕駛 目前,紅鋼搞定已按照法律程序,對涉嫌危險駕駛罪的趙某進行落案調查 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當中 讓我們提醒廣大的市民朋友 首先,最重要的是,喝酒後清潔率不可以開車 第二個就是,就算喝得走,你的朋友不喝酒的情況下 你的朋友一定要將喝酒的老友的溫泉信到家,不要丟在路邊 避免發生意外 學習法律這麼厲害,那知法犯法是否最低一等 好了,接下來再關注小孩子發學的問題 廣州市海豬區教育局發佈了2022年公辦小學學位預警通告 最初顯示了,海豬區十條街道甚至公辦小學正在2022年可能會面臨著學位東級緊張的問題 截止到目前,海豬黎湾天學潘如南山也都發佈了學位預警的訊息 這個預警到底是甚麼環境呢? 家長有誰要提前準備呢?記者你會馬上去了解一下 住在天學區的孫姨,有個兩歲幾個孫姨,為了讓孫姨能夠入讀好學校 家人已經做好準備 對,他也是考慮學位好啊 他媽媽之中很方便啊 我們在那個余秀區沒來托房 住在同一個小區的河姨說 以前小朋友上學自己沒那麼費心過 現在輪到孫姨上學了 才知道要出門買學位房 因為我想的話,我不會 但是不是我想的,是他幫忙的 要這樣家長的小朋友讀書內院有多麼嚴重呢? 一名房秤中介說 學位房一般價格會高一些 很多家長寧願買一套小的學位房 使用學位,自己再租房住 上去讀書後,他那小房子是不是沒出力掉了? 所以,吳先生是多了 11月19日,廣州市海豬區教育局發布學位預警通告 請海豬區十條街道,十五所公辦小學 在2022年,可能面臨學位供給緊張問題 記者撥打了海豬區公辦小學招生工作諮詢電話 得到工作人員感的回覆 這個人會也比較多,學位便可能比較低調 易者所裏發見,自此目前海豬區、麗灣區、天學區、賀漁區、南沙區 可以發布各學位預警訊息 黃埔區、白雲區也曾就學位分配問題發布過文件 各區預警中有警示學位緊張的 也都有警示學位變小的 亦有預告初中如何招生的 各區都提出了學位緊張時的分配辦法 其中海珠、天河都规定,如果地缘生数量超过学校的招生计划,学校就会按照房产拥有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入学, 剩下的地缘生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学会。 房产中介也向记者表示,各区招生政策都不同,政策也都可能会随时调整, 他们无法保证现在能成功入学的学位房,几年之后还能够顺利入学。 家长王女士说,本来自己就不满足人物的自己的要求, 现在学位预警,他就更加发愁了。 我现在就觉得生孩子太累了,生孩子带孩子,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上学的问题。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彭表示, 洪州多区发布学位预警,和适应入学儿童之多, 区域不平等有关。 我想问,一方面是对我们人口的流动和增加股机不足。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老师区, 因为觉得人口的减少,人口的流缩, 对于一些原来的学校的事情是合并裁剪。 所以这样可能倒是一个学位的数量和人口的增加, 其实是一个充足。 所以有学位需求的家长, 在买楼的时候, 要首先看房屋的学位最近有没有被震动过, 其次, 在房屋对口的小学招心计划, 能否满足所有地链心入读。 如果在学位紧张的学校范围内, 最好早点买楼, 买楼之后, 尽早办好各种产权和入户, 符合人们一致入读条件。 恐则呢, 每个区的政策不一样, 可能稀里糊涂地被一些, 中介会的是, 向销售部门, 收入部门宣传所忽悠, 那么可能有些权益很难的。 家长还要提前规划好, 但是我听过更多的呼声, 是比较一个部门的, 一边鼓励生育, 一边莫非紧张, 这个矛盾何事能够解呢, 发预警令家长想办法, 但根本是解决不到实际问题的, 有预警我怎么想呢, 好了, 跟着我来插楼手, 再来关心一下座比较连, 近日东本一辑73岁东本企业家, 何取29岁广星年内的消息引发关注, 其后女主的妙青, 照片是他和爱光, 警方调查吴某菲, 网名飞哥在东莞, 为吸引粉丝, 下载太人照片, 并编造虚假讯息发布, 其一编造传播虚假讯息, 试试刑刑事犯罪, 月23日被当地公安依发刑事拘留, 直接言许可谓是今日份舒适新闻啦, 看是谁从敢乱造谣, 近日河南网红主播直播, 引用弩智失后, 其骨灰并要包括阴氛的消息, 引起关注, 抗争, 你也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23日当地有关部门称, 其中两名涉案人员, 为殡仪馆火化工, 和经营私人灵车业募的司机, 对介绍, 因分配成功, 复价5-7万元, 多份奔創从业者借此谋利 或是涉事三人认为刑事拘留 这件事发生之后 闻上怨奔仪本以加装监控 要包括阔贵金军 实在难以想象在2021年 还有这样的情节上演 当地政府除了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之外 也都要想办法消除人物思想上的灭疾 11月22日21点左右 四川德阳一两日子跳河兴生 故意冯业家跳河将女子游戏 后因体力不知避水冲走 不幸因公殉职 年仅28岁 冯业家今年6月刚刚结婚 母子妻子叶怀有生日 遇产期为两个月后 正义慧民的他 没有想到小朋友出生 沉痛哀怒 一路走好 21日安徽访复 一名五岁男子去小区行走 突然间一只母帮狗声的狗仔冲出来 男同左脚为校上 所以我们应该没送 我看 他在开家来玩 我们咬过了铁儿 你咬一咬一咬 嗯 他就不准人带走的话 反正我现在就不累了 又是不忌省爷的哦 文明两九 请住业绑省戴套 二十三号安徽博州 幼儿园报纸 作业让小朋友回家 找一张红色的纸 门到一位中班男同学 带来了一张白元大钞 网友评论多多少少有点无限 关于今日的危险资讯 大家应该关注我们的官方走一步点面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的报名是02014 无论大小时 你应该扑打的电话和你报料 这个因为 Frederick 郭先生一经取用 有机会得到500元的作用 下一个稍等会回到你 继续讲新闻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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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來,我們繼續講新聞,再去韶關,好嗎? 今天,武生高速韶關段發生了貨車自然的事故 整部車變成好像烤羊肉那樣,人有沒有大礙呢? 車又怎麼突然會自己塌著呢?阿維德呢? 22號上,武生高速韶關段南行過城港南100米處有貨車著火 人8月升降大街消防的運作接到引擎之後,趕到現場進行處置 車道已經走得很大,隔了幾百米就已經冒很大的夜了 司機沒有去線交,但是那個火是比較猛烈的 貨車內裝載貨物主要為冰凍揚肉 司機在車輛著火的時候已經離開現場,結合現場控察訊息 消防指揮員並並出兩支水槍控制火勢發展 同時坐稿道路影響,疏山附近圍觀群眾 約五十分鐘後,現場民國基本地撥撥 消防指揮員返回車內敲全量,進行檢查並降溫處理 他沒收多少支,他說六支可能一支五、六十支也一百多支吧 靠近外面的就是基本上燒爛,裡面還是變動的狀況 保證你,火車為何會著火的呢? 因為人開長時間駕駛,爆開著火 他司機開了三四天了,好像搖零那邊過來 習慣消防提醒廣大司機朋友出行池應確認車方良好 避免長時間駕駛,以免機械磨擦,產生高溫引發自然發生火災後 在一個人力量無法闊滅火勢的情況下,免立即報警合作 雖然這些烤羊肉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可以作為一個警示 長時間開車容易因為車輛機械磨擦而產生高溫所引發自然 各位火車司機,博家主要 廣州有高校因為近期火情九收到一份咸 入線,廣州市天航區消防救援大隊發文給華南農業大學 事關近一兩個月以來,該校已經連續發生多起後門起火事件 高校的消防安全意識為何會這麼差呢? 從這一份由廣州天航區消防救援大隊發出的咸高 我們了解到,今年以來,華南農業大學內共發生六起火吹 特別是十一月,接連發生三起火吹 要求該校全面排查整治火災隱瞞 我們今天在現場酒訪,不少學生證實 跟段時間以來,學校火災勤發,主要發生在宿舍區 請問我呢,有印象的兩句嗎? 就是樓下中印章似乎 我不會擔心,其實這些都是過禮咯 對不完全統計,十月六日,有人在華南宿舍內 為電動車電池充電,引發火情 在華南宿舍區樓下的重建裝置現,現場火光四場 十一月十三日,華南一位居頂層的宿舍著火 宿舍的內部和洋口都在火廟,且火勢較大 現場黑衣滾滾滾,十分之下 有些大工具,現在都沒有用 就是什麼,就是,然後學校也會限制一些工具 所以學校的那個,用電方面,然後是有所限制的 所以誰在那些充電中,在我們那些充電的話 在我們那些充電的話,都會在樓下,再不會說 是想去出社上邊等等 樓下說,接二連三發生過程之後 學校也都很重視,不定地檢查熟悉的消防安全 尤其是電動車充電問題 充電安全啊,還有省事安全啊 還有,包括宿舍內大工具便宜的使用安全 都管得很厲害 然後每個樓道裡面都有那個什麼,消防啊 那個,滅滑器啊,然後還可以教我們同學 針對這件事,該校回應清,近期已經組織了相應的消防演練 加強校園內消防安全工作,全面排查整治火災隱瞞 亦都加強微燃消防鎮建設,確保學校消防安全 同時,校方表示,現在只是天干物,重逆位置 學校也都會有檢查大功率電協議工作 請私生用配合,確保學校消防安全 看到一些校園火災,主要原因有電動車充電起火,雜物堆積起火 還希望大家,港大學生,能夠一番三號,那一位學校 盜住了這些火環,繼續發生 好了,再來看完,今天節目就收到一個東莞府門鎮的鄭先生反映 就是自從電動車不給上樓之後,車輛停泊一樓下,結果遲人馬打 第一名,收穿著外賣平台,擠負人員,偷走了電 什麼環境?不知是誰? 視頻中這一幕發生東莞府門鎮懷得深行 一名申出黃色外賣服飾的男子,在行內四處張網 見附近無人,他拿出工具,開始對在一邊停放的電動車落手,開手拆解電瓶 特首之後,將電瓶放置一致機的電動車充電,隨後駕車離開 鄭先生說,這段視頻是流動監控拍攝錄的網面,視頻中被偷走電瓶的車輪,正是他太太的 昨天追走,準備開電車上關,之後我就看到,這個貴婦在這裡,電池不見了,這麼奇怪 今天終於記者在現場見到,鄭太的電動車下方放置電瓶的蓋,被人吊起了,裡面的電瓶已經不易而非 我的電視價值六百元左右,今年應該買的,很緊張的,幾個月中 在遼案減用之後,鄭先生才發現,昨天凌晨1點鐘,在樓下出現了一名新穿外賣配送服飾的可言男子 在樓下出現了一名新穿外賣配送服飾的可言男子 在樓下出現了一名新穿外賣配送服飾的可言男子 通過特地的情況,與相關銀行反映給當地的自保隊,國式感銀行的情況,最近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的 他說近來那邊网,都是偷其他村都有這種情況,都是穿著美廷寨服,不批天仔,偷電車,一車頭,一車,偷電車都有 記者學識,今年幾年,在社區的號召客,為了消防安全需要,村民一件凍車不能上樓,只能停在樓下,村民無不時刻關注樓下的情況,出現通路事件,實在是防不勝防 我會擔心這個問題,我也是有這個車的,我不知道怎麼搞的,那個房間說,買個什麼鎖,我是說,稍微去看一下 出事的麻煩,難道我們不睡覺,怎麼會去啊,叫志工而已嘛,那個志工塵包好一點,我們睡得安心一點,你不要躺著床上,背著那個電車嘛,是不是呢 就這件事,記者從相關平台處了解到,獲釋該事件之後,平台已經對整個虎門鎮的騎手展開排查 但始終沒有找到視頻中的男子,教族將會積極配合警方,進一步了解核實 就此,公安亦都作出提醒,建議廣大市民民視平方電動自行車的時候,可以選擇有人看管,或者公共監控視頻的場所 趁時間平方時候,可以將貴重的電池拆落你,可視保管,亦都可以加裝電池鎖,一旦發現電動車被到,請給一時間報警 如果說實在是電池,帶去哪裡就好呢,帶回家,始終都不是穩固,都有一個安全隱瞞的 就算你說你不充了,誰知道才行的,輪到見到你托舊東西回家科安的,我就認為這種情況真的有點尷尬 未來各方面完善,就肯定會改善的,只不過是當下,只能說大家自己要謹慎一點 在看流氓的話,弄到馬鎖啊,亦都希望各村的自保隊,以後派出所能夠加大巡邏,提高小偷違費的成果 可以再說,視頻說話,他們收到廣寧院的交換部隊,就是他們之前,以一個反租模式,買了一部位 但是,加陣司有三四個月,沒有收到錢的,涉及到他們今天幾千萬 加陣司有先行傳出,開發箱,就要過殘,喂,不是要打得怎樣啊,撈進去 業主柱小姐說,2018年推開的小林國民院,在藍小鎮一個位,開發箱承諾,買門店就可以包賣租出去,每月租金返還之後就夠交代付了 我在一起釋放,每個月釋放1097塊,然後我自己這邊銀行要放8千,差不多8千七百塊 他只放房到2024年6月30號嘛,付銀行是要到2025年的四月份 有時都要自己付,等於他每個月都出來一千多塊錢到時候就夠放銀行的 但從今年發覺起,余小姐就做都沒有收到販賣的租金,而同余小姐有同樣中約的,還有三百幾位業主 還有七十一期需要房房,紅塵地產應該發房給我,是七十三萬多 這個時候又有消息傳出,說開發箱至今年斷裂,在道申請破產 業主們多次投訴至住建等部門,上萬部門也組織了協調會 開發箱給出了四個儲值方案,當晚日是兵庫由業主直接經營或者收送 方案而是將已經抵押的車位買給業主,以十萬每個抵後販租款 還六萬每個給銀行解納,車位歸業主所有 方案四是將業主的按揭貸款轉成收業貸款,由業主支付前三年的利息 還發上支付本金,由業主就認為這四個方案都不調 現在網上公司都經營入困難,那麼三月後,網上公司是否還存在 如果網上公司沒有存在呢,我們又去問誰拿錢 今天中午,記者來到梅蘭小鎮,林介商務已經出租 但內街卻很冷清,多個庫位都仍是無P,記者找到開發商瞭解情況 負責人表示,他們的確是從八月起之今年斷裂,不過並未申請破產 負責人表示,目前他們已經收到部分業主起訴 通知書,目前他們已經製造狀況,確實承擔不到反送款 只能夠繼續跟業主同業條,記者從廣令院政府的解釋 由於企業資金周轉困難,都知沒有辦法繼續理合義務,屬於維藥合衛 建議業主通過訴訟途徑,維護自身合法決定 目前廣令院已經成立專項工作專班跟蹤協調,並將召開協調會 集令制定更好的處置方案 好了,反了,再說一次,這種反租的投資模式,慎重慎重再慎重 你算出來覺得是好處,是想著能夠持續長期正常反租的 但是現實網網是什麼呢,租來租來租來租去不久,反了反了又要注意問題 出現了什麼資金問題,經營不善之類的事情,你錢又拿不回來賣賣賣不到 目前這樣的情況到底,我都算是建議大家走法律道去解決 是,真的受不了 好了,出來發生,有南海大力連勝專頁的金額 因為,在這附近的地方,連電話都很差,在屋裡連打電話都還 而這樣的情況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到底是什麼原因所導致什麼資金問題發生 行進伏山南海大力的連勝專頁,文萄介方向我們訴訟 只要是中國原工的用戶,在室內使用手機電話,上網 就會經常出現斷屍斷網等情況 有街坊说,他之前亦都是中国联通的号码,后来因为使用女生非常不变,在室内经常处于无信号的状态,后来苏星就提到转网了 所以现在,村里头重用中国联通的街坊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是合来租房的外来务工者,我们今天在现场租房,中国移动,电信信号稳定,带过联通的手机只要去室内,信号就比较入,偶尔会有一两格信号,而这样的情况,街坊说,已经迟续了很长一月时间,至于原因的话,就当不清楚 我真的不说,当然是方便,最好是增强一些信号 随后,我们亦都来到当地村委,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他们还未收到该村村民投诉中国联通手机信号夺的情况,核区各社区都设置了机站,按道理来说,信号应该已经覆盖全村 如果有机站之间的交接位,可能就是自缺,自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我们我们跟远通这个公司交通一下,如果有需要在我们这里,或者被资有机站的地方 去挣执着的,我们会交到 不够,而去处理 我们致敬中国员工和人员回应车 之前已经收到的反应该村信号不稳定的事 已经初步了解 而且是有人私自安装信号放大器 干了着正常机站的信号所指 那有些用户的话 他觉得那个信号不好的话 就会在那个楼层固定安装 那些信号放大器 就是那个信号的话就会加强 这次安装的话 会干要我们积赞的那些话题 客服表示 实际上就想到放大器 一半都在这边 秦区路士 即有广亚白昏山市场科颏 心臟不好用好药 新生病尊专业的一盟命圈 仰借决毒苦 合制供下方神 官员的城匪光 下周的城匪光 西间本向广亚集团旗下白昏山中一天 月贵难放相当 共同的场 业 pourquoi 原下特略播出 早早早早早晚饵饿饵饿饭 用来饭烤饭 这是胃的问题 这是皮的问题 胃乃安胶囊 请胃投机 不去剪皮 浮血止痛 胃病反够发作 快用胃乃安胶囊 欢迎声 终于六夜 额外是世界 能力是生活 即是我们选求家具采购的指向中心 会具一千多世界之类家具 建材 家式品牌 还要问全家具风格 回归挺去生活 感受家庭温暖 现在 即是尾巴 你的心臓更好吗 如果你心臓不好 身方 身背 防忍身 二脑跳 如果你心臓不好 空口 温暖 顺义 一只牙 如果你心臓不好 方便着急 一一只牙 手臓不好 又不好呀 身体专药 一一明远 心臓健康 四零零 七四八一 九八八 四零零 七四八一 五八八 四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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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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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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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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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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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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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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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